台湾医疗品质认证分为三阶段 有基本认证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 进阶的诊所美容医学品质认证 以及高标准的卓越机构美容医学品质认证 过去医测会所设立的卓越机构美容医学品质认证 一般称作红绿标章 由于审核标准较高 多由医院的医学美容中心参与申请 一般诊所则因为资源交代医院来得少 大多抱持着敬而远之的心态 民众会到医学中心来就是认定医学中心 有经过医学中心的评鉴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其实心理上就已经接受这个医院 他并不会特别去看这两个标准 才进这个医院 那相信之下一般民众也对这个认证不是了解 所以导致这个认证的绩效并没有非常的影响 过去有红绿标章 其实大家都知道红色就是可以手术 绿色就是微诊 那参加的诊所非常非常之少 那诊所为什么不参加 因为诊所后来评估发现 不管是民众或是外籍人士 他在找医生或是医疗听伪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认真地去网络上面搜寻 这个医生的评价 还有公评 还有或是亲人之间介绍 或过来的 他反而不是经过官方单位的网站介绍 那以至于诊所加入的意愿 就很明显地下降 那我们之前的这个 所谓的红标跟绿标 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把它定义成叫做卓越的品质 就是魅力品质 那就是90分以上的 他的这个门槛比较高 所以呢大部分来报名参加的 都是医院他本身的这个医美中心 所以他是完全是自愿 他不是那个强制性的 所以我们是不具有强制性的 但是呢就是说 因为现在参加医美认证的 他的加速比较少 就医美诊所的认证来讲 他还没有形成一种风气 为此政府特别针对诊所 开放了诊所美容医学品质认证申请 目前暂时乘坐金色标章 或白色标章 就是要让诊所的服务品质再提升 同时提供诊所教育训练等相关辅导 让民众在医美诊所的选择上 更有方向 更有保障 我想这是一个好事情 让在诊所在国家的这个认证的基础上 能够审核出合格的人员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执行一个有规范的医疗行为 这样来确保每一个病人都是要美 要漂亮以外又很安全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我当然赞成所有的医疗应该品质上面 要对消费者有一点保障 正面来说如果我去申霸 我去做记录 然后可以带来更多信赖的人潮 或是来的时候他不会给我砍价 他只要这架前面就透明的 你提供了医疗是有水准的 这样其实双方都很开心的 但是用这种方式去划分说 你符合认证就是有保障 不符合认证就是没有保障 我觉得好像有点粗糙 而且好像似乎在消费者段他不买账 所以我觉得他的成效应该会比较低落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白色的 就是诊所的合格标章 比这个医疗机构设置标准要稍微高一点点 我们的医美的同业们 因为他们过去这个东西在世界上也不常见 所以说他们会一直挑战 觉得说这个没有用 我们去看的是说 你的这个在品质这个层次上面 你是不是达到该做的这个要求 不是说一个医生这个单打独斗 因为你这是整个team的work 整个团队在运作 你既然是团队运作 就会签证到行政跟管理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认证当中 把这种精神带进去 为促进台湾医疗观光 此认证不仅作为诊所 代办路客签证的资格之一 还有依测会严格把关诊所品质及安全 对台湾来说 无疑是个能够在世界发扬医学美容的机会 然而对于诊所来说 参与认证后带来的成果尚不明显 但就推广观观光而言 吸引路客上门似乎是可以期待的 我们目前台湾目前遇到的状况是 大陆方面不放人过来 而不是我们不发签证给他 所以之前很多大陆人士来台做医学美容 他们都是用公共签证进来 如果政府有严格限制的话 我觉得对于诊所端去发签证 或是说健检医院去发签证会比较有诱异的 国际医疗其实早就已经存在 那只是说我们要把观光医疗搭在这个国际医疗里面 其实这个各医学中心早就已经在执行 特别像健检这一块 那过去诊所是没有这项的权利的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美容的认证以后 卫护部希望这些诊所 未来对一些东南亚大陆的百姓 来做美容手术这一块 会特别给予美容的观光签证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多人也期望 政府能够做这个事情 那有了政府的认证当保证 我想这个海外的华人 或是其他的国家的人 看到这个标章会比较有信心 诊所美容医学品质认证 是以安全为主轴 先由政府做了最严格的把关 民众在凭借此认证 去选择更安全优质的医美诊所 得到最满意的服务品质 那在我们台湾的话呢 我们有所谓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 就是说你一个医疗机构 不管你是诊所也好 医院也好 你要营业 你要满足这个国家法令的规定 比如说你这机构设置的场所 建筑物 或者说里面人员的配备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都一定要做到 通常我刚才提到的 医疗机构的这个设置标准里面 对这一块都会有规定 但是呢 你说能不能有增加哪些东西 有 因为有些是动态的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东西 比如说医疗机构的防火 逃生动线 再来呢 比如说呢 现在的感控疫情当中 它有一些变化的 像这种疫情的东西 它没有写在所谓的设置标准里面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着力的 比如说你给病人做的这个SOP啦 你现在帮病人做的这些咨询啦 手术前的麻醉的同意书啦 那么医院里面的感控怎么做的啦 抗生素怎么给予啦 那病人在术前有做一些麻醉的评估啦 这些都是跟流程有关系的 那为了要让手术能够安全地进行 为了让病人到最后得到好的结果 我们真正的用途就在这边 因为我们是帮政府机构 帮消费者还有帮诊所 去做一个品质的确保的动作 我们现在就算有这个诊所认证以后 那卫部的态度也希望说 医院继续踩过去高标准的认证的方式 所以未来可能就是红标绿标持续存在 那诊所的金色标准继续存在 那会产生这样一个共存的现象 诊所美容医学品质认证 对于消费者来说 无疑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然而政府的理想 又该如何与诊所端 所面临到的现实层面取得平衡 一同为台湾的医美品质付出心力 这是台湾医美产业 现阶段需要证实的问题 美医治采访报导 这次言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描寻